大家好 欢迎收看扑布卫护解除三国杀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六号位的反贼 主公是刘老板 刘老板的话 我们给他选一个啥呢 这里几个选择都还可以 我们选择了小关章 这个对手牌需求比较大的 但我们是反贼 希望场上有我们的徐玉队友 是吧 可惜没有 那夏侯士能跟我们配合步步牌 也是可以的 同时夏侯士也是刘备的 好忠诚 刘备如果数学好的话 可以保持手牌跟夏侯士一样 好刘备一开始对我们是真爱 给了个腾甲 非常的爽 我们不管啥牌都是好牌 是吧 好二号位跳了个反 三号位杀这个四号位 四号位佐词球员刘备 应该是反贼了 是吧 好这个阎白虎没杀张之华 杀佐词 这个身份不明 有点像反贼 是吧 先给他标个反再看看 好 佐词球员的是刘备 应该是反贼 这里开一个 五十四友也买虎非常哈皮 非常哈皮 好 佐词一个杀 刘备因为没有装备 所以说他这个剑出并没有造成什么收益 是吧 好 不留吧 传给张 张国华 是吧 回合外挂一个放逐 这佐词还可以 进攻有庞德 是吧 防守有潮批 好 刘老板给我们的腾甲 被庞同搞去了 还对我们一顿猛猜 这庞同又不搞反贼 又不搞主 但搞我们 因为主公给了我们牌 估计是反贼 大家发现没有 这反贼多了呀 既然反贼多了 咱就跳一个中 是吧 我们就是对张德华来了一下 马上后面的夏侯士美女就给了我们牌 是吧 应该是忠诚 大家知道了吗 这局是奥斯卡 这个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欢迎收看 迫不违货 为您带来的奥斯卡 那我们希望是连片两个是吧 真可惜 夏侯士没留位了 给庞捅一下 还是给谁给给谁一下 反正他没有这个这个桥 桥石两个杀 否则的话可以给我们谚语不量 这还是不错的 好 大家看这反正可真多呀 除了我们在奥斯卡 还有忠诚也在奥斯卡 是吧 不知道为啥 好 总之你忠诚装在刘备主攻 你忠诚不跳中装反人 让我们反人来跳中 让来装忠诚 要等着刘老板给我们牌了 好 刘备这个数学不行 是吧 没有没有达到跟夏侯士手牌 回合外手牌数一样 使得白白的少了两牌渣 让他把牌都给咱们了 这个是爽非常的好 果然赵之华是装的 这个春哥是卧底是吧 好 你卧了你 我们也卧了你 这是标准的无间道 终极无间的 好了 野蛮虎直接托管了 不知道啥意思 估计也不是反贼 是吧 直接不干了 内奸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 场上的身份还是比较清楚的 好 做事干得漂亮 这夏侯士算是一个真正的 明明白白的一个忠诚 对他一顿猛打 我们表示没有意见 是吧 哎呦咱又拿了个蓝弄东西 先开一个看看 能不能把主攻给开死 是吧 主攻激将 咱肯定是不理的呀 就把这个巴伯德给放置理 好 又是一个狼狼心 夏侯士还不肯死 有主攻激将 我们还给他出杀 这里何必呢 何苦呢 你出这个杀 还能从主攻 那骗到更好的东西吗 哦 原来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咱们这个 为了给主攻激将 加深自己忠诚的印象 让夏侯士有伞 不杀我们 毕竟我们这个 要得到这个 武圣和咆哮 这个复魂 需要我们两排当杀的时候 一定要杀中 我们怕 这个杀不中 所以在这个刘备激将的时候 出了一次杀 是吧 然后让夏侯士真正相信了咱们身份 我们交出了一点投屁状 这个替刘备 响一激将 交出了一个投屁状 让夏侯士那么多伞 都没有伞 被我们活活的 这个这个傅魂拍死 然后我们就 咔嚓 咆哮 就把刘老板给刨死了 大家看见没有 张志华和野白虎 这两个 一个类 一个终于上来 都是这么这么一个混乱 是吧 幸好碰见咱们这种 高超演技派 否则是张志华 把反正骗得够惨的 这这反应是 这个木楼马也骗过去了 是吧 还骗了不少 可惜木楼马被他的队友给拆 也不是他队友 被另外一个中神夏侯士给拆掉了 本来 总之 这把里面 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女主角 这里还有男配角 都在这里 非常的有意思 对吧 刚才忘记报ID了 这位主持人小光章的ID 叫做 不是发过VS 这一个比较诡异的ID 感谢他的录像 好 第一则奥斯卡属于开胃菜 我们现在进入正式的 这个 精彩录像对决 后面就不一定是奥斯卡了 是吧 我现在已经不把奥斯卡 合在一起了 否则大家看到前面 就知道后面 这个过日 看几个就审美疲劳了 好 我们是一个是 八后卫内奸 借陆逊 主公还是标刘备 这一上来就要刷 在方林三杀 杀中了诸葛景 杀 还杀了一个谁 杀了鲁树 被散了 说个诸葛景 掉血了 徐玉却没有带上 可能因为是九杀 不想带上他的狗狗 好 这个诸葛景应该是跳了反 曹聪没动 徐玉开一个无中就没有无限 这么肯定徐玉是中 哎呦 徐玉还真是中 对着诸葛景 一顿暴打 又开了一个懒弱心 幸会再有杀 不在乎 好 这个元素激将 没有受到响应 曹聪撑了一个像 哎呦 这下收获不错呀 好 那徐玉完了之后 我们看鲁树是什么情况 鲁树没有选择耗施刘备 是吧 开了一个无中生游 哇 选择了地盟 我去 这把主流方强度爆表呀 这这这 鲁树 这个这个徐玉全是中 哎 但这边啊 这边有这个话陀跟曹聪的组合 还有这个元素在这里 所以反对方也并不 输于血流方 是吧 好 这时候元素顺我们 我们表示 只是一个内奸 是吧 只给刘老板补了一张牌 然后同时都没给自己补牌 没给自己补牌 是不要让元素给顺重 就 但是我们也同时没有给这个 鲁树或者徐玉补牌 哎呦 结果发现没有 主持方的强力 组合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个徐玉 这个元素暴力 那就是暴力 是吧 好 我们没有枪 没有炮 这从刘老板那边顺到了 杀 这一个九杀 把徐玉打成一血 好 但是要拿死这个元素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你把它打到一血 容易你把它打死 比较难 因为这里曹冲 也是反贼 这把有点强强对决的意思 诸葛镜被批了 曹冲依然可以把诸葛镜给救回来 是吧 因为现在的 这个人心是防止所有的伤害 不管是几点 只要是你是医学的时候 好 曹冲翻来覆去 应该把这个装备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曹冲把装备用的差不多 这还有一个左磁在 这反对方的实力也非常的强大 那一开始祖宗方实力强大 这一转眼鲁树被摁死了 鲁树的这个缺点就是太脆 是吧 这一下子摁死了 还没有开始发挥他的这个能力 现在变成了反对方占优了 这样的一个反对方阵容 我们肯定是得拼命帮忙的 别看这个徐与刘备是一边 这边这反对曹冲 左磁加上这个元素 诸葛镜 那一点都不落呀 虽然诸葛镜比较弱 很有可能成为突破狗 但是又曹冲跟左磁的帮忙 没有那么容易 最好是先把元素给突破了 看这左磁的化身还比较风骚 又来了一个巧片 好 这个木楼把开始运起来了 我们得想办法把它给拆了 然后这一杀 诶 曹冲不救了 肯定是指望左磁救 他不想翻面 他如果想救的话 他也是救得了的 是吧 好 刘备这一个顺 把木楼把给顺了 他没有给徐玉 给到我们身上了 可能想助我们连营 是吧 他不给徐玉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左磁刚才知道 他有什么化身 他有巧片 所以说这个木楼把留在我们身上 那也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 我们的徐玉一通 组合拳把曹冲又打翻面了 翻面也好 没关系 是吧 翻面了之后 我们如果再打 他还是翻回来 不一定了 因为元素的恢复能力 还是很强的 这样的话 我们干脆打徐玉 让他给刘备补牌 我们只能依靠我们的牌差 获胜了 好 我们就打到曹冲身上 这边有急救 是吧 曹冲是打不死 同时他保诸葛景 还翻回了正面 往来个去 这把非常的艰苦 好 这个诸葛联组 幸亏他没有捡一马 否则的话 我们的小徐玉 可有可能卡不住了 但他如果突主攻的话 对我们内奸来说 就更没什么意思了 这草丛这个决斗有意思 是吧 他可能觉得徐玉一血的时候 把他压成一血算了 但却给刘备补了这么多牌 还正好补了个无蟹 是吧 徐玉可以动了 还放了个篮板 这个时候 在当敌人有多个奶爸 奶妈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蓝蛮怒青 和万剑齐发这样的AOE 全面打击 一起打 好 草丛又用了两个装备 虽然他翻来覆去 回来了 但他这个两个装备用去了 徐玉元树跟诸葛景 那都是一个受伤状态 是吧 我们还是有机会 再继续 继续打着他们挖挖叫的 好 刘备的装备虽然被搞了 但他牌多 这有徐玉的补牌 刘备的掏债掏出一个武器 还是比较EASY的 好 看元树能不能把徐玉给干掉 这如果干掉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就要输了 那这一个桃子一出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是吧 这又无中 这又没有杀 这又没有杀 咱只有一个决斗 没有杀 有9 没有太大的意义 是吧 这只能再耗 这个佐持一张牌 好 不过没关系 我咱有连赢 别忘了 连赢来了 这一杀 曹冲有装备没有 没有装备的话 那佐持要出两个桃 佐持要出两个桃 没有的话 佐持两张牌 看样子只有一张 无牌 是吧 在我们怒神的爆发下 终于也撕开了反贼方 一个口子 这样的话 跟3打4变成3打3 就稍微其中一点 我们还是得跳中 虽然这个3打3 咱也没那么其中 他挂了一个闪电 有诸葛锦在 这个闪电 应该是不会伤到他们的 对我们的威胁 是比较大的 这个木楼码 拆了 应该是好事 你不拆的话 等佐持来挪 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诸葛锦 这一个九杀 每一区域给散开 是吧 区域这一杀 这个八卦 十有八九 会被佐持给挪了 当然 佐持也不一定 会挪这个八卦 好 救人一命 诸葛锦还没死 佐持只有两排 看样子装备是不多了 佐持继续巧遍 托我们的诸葛联鲁 让我们给局部牌 没有给我们局部牌 佐持把诸葛联鲁给留着了 然后移了一个八卦 给曹聪 是吧 好 再铁手连环 这个无限要不要甩下去 算了 不甩了 留着吧 是吧 看看 找机会 这个在回合外 这诸葛联鲁 跟两个杀 都拆过来了 这个刘备 看样子是要指望 我们的生生不息 联名不绝 别把佐持给端了 是吧 好 诸葛联这个闪电 十九八九 劈不到他们的 最好不要把徐环劈死 这个时候咱还不能没有徐环 好 这个驱武吞狼之计 咱给了一个五点 呦 草丛再次翻了过来 不要紧 我们还是有机会 是吧 但草丛是还有一个装备 再打的话 肯定还是打不死的 哎呦 我们诸葛联鲁又被偷 又被偷了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武器也被挪走了 但是不要紧 咱来刷牌 是吧 虽然不能动 但是可以刷牌 这样子刷了两刀牌 然后打一下 佐持 然后给刘备跟徐环补了一下 哎呦 我们这无限舍不得打 结果刘备被雷劈了 这个下子更不好玩了 是吧 还好草丛翻面了 这个苏格锦就没有什么进攻能力 刘备这两血 留一轮之后 下一轮转回来 还有可能回到三血 好 这个火攻 这个火攻命中 肯定还是死不了 是吧 这草丛再来一番就可以了 好 再来一个驱武吞狼 咦 草丛 这个徐环想卖血 给刘备补武装牌 也被草丛给阻止了 这个有意思 是吧 好 你看 这个佐持来了一个绝情 把这个徐环先打了一下 是吧 我们被乐了再给他们补两张牌 徐环你虽然不能补武装 但咱们来补两张 也算是聊胜与武了 这点小事 难不倒我 这回没有撑到这个装备 是吧 诸葛锦 还在那里撑着不死 佐持的急救 还有一个红色的装备 可以在我们依然 打得非常艰苦 好 这个曹冲开这个五五 并没有拿到什么特别多的好东西 是吧 诸葛锦拿了个9 这个决斗 咱有两个桃 在我们刷出来的 这一个桃一救 刘备马上又成了武装牌 主族方的进攻实力 还是防守实力 又上了一个台阶 好 徐环如果再未打了 咱们就估计不救了 是吧 结果正好诸葛锦断杀了 不要紧 左10打徐环的时候 咱们也没必要再救了 好 一个6点 徐环一个K点 打左10是死不了的 这左10肯定是用这个红牌来急救的 这一杀左10还有红牌 一个散来高 已经7个花生 不知道刷了什么神奇的花生没 来了一个鲁树的号师 是个鲁大师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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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10 戒师 弯魂 那这样的话 还有鲁大师的花生 那咱们还是得救一下徐环的 是吧 感觉不救 压力还是 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大 好 咱们保持回合外三张牌 指望刘备来个过拆 或者 顺手说不着 来个过拆 啥的 开了个蓝牌入侵 好了 我们的杀也杀出去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哇去 真是把曹冲给搞死 这次曹冲倒下了 这左10的牌已经被耗光了 我们现在变成3V2了 当然现在不是3V2 是2V2V1 我们是内奸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得找准机会进单挑了 徐环再找我们驱虎 打这个左10 叮叮叮 等一下是我们爱莫人助 是吧 左10也倒下了 直接变成欢乐 Area咱得反水了 是吧 真的反水了 好 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反水 过河拆桥 九 杀 等杀中了 还真的直接就杀死了 咱这一反水 立马就把徐环给打死了 进入主内反 好 大家理论上来说 刘备在主内反里面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但是前提是 刘备在打主内反是内奸反贼 这两方都想赢 刚才诸葛锦已经点托管 放弃了 不想赢了 是吧 他本来是这四个反中最弱的一个 打到最后 他就让别的队友都死了 只剩他一个了 他心灰意冷 不想再挣扎 这样的话 刘备只能收到他了 如果他愿意搞的话 刘备利用诸葛锦 跟我们来合纵 联横 联络抗墙的话 我们内奸还是有点痛苦的 但是诸葛锦放弃了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说刘备他主内反并不一定就很有优势 是吧 你完全得看反贼或者内奸 愿不愿意陪你玩 有一方要放弃的话 刘备作为一个单挑落机 还是压力很大的 这单挑他不可能挑赢我们 是吧 咱路程不光技能在这摆着 冰凉春断 乐不世主都不怎么怕 都可以刷牌 还有三个装备在这挂着 刘老板你拉杀 跟我们打连实在是很难想象 好 乖乖的叽叽吧 蹬一下子 好 还不叽叽吗 有了吗 觉得还可以掙扎一下 你看这决斗神没杀 都可以怨出杀来 他原本给了我们两个没用的顺手切羊 顺手切羊这一轮是没用 但这一轮就有用了吧 你看我们还来了一个顺 是吧 蹬一杀 再留一个顺 下把就赢定了 是吧 好 这把我们的路程就这样赢了 这整个过程来说还是非常艰苦的 一开始祖宗方亮出了三河 三河中的鲁树 群玉配刘备 这样的神奇组合 但反对方也毫不失落 这元素动一动 地球抖三抖 我们的鲁大石就这么挂了 就一轮就这么挂了 在3V4的过程中 我们打得非常艰苦 但凭借 咱神奇的涟瘾 还是斩下了元素 然后这个群玉刘备之间的刷牌 我们丝毫不落下风 最后我们内奸还是获得了胜利 这把不能说我们窃取祖宗方 果实咱们可是出了大力的 主角ID战国策 但丁感谢他的录像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这应该是最后一则了 这则录像也是比较旷日持久的 我们这回是忠诚 不是内奸了 选择了左磁 是吧 主攻还是孙奔 好 看看二号位又是一个标画头 这回不是左磁化身的标画头 那又是真的标画头了 还是左磁录像 我们就把左边给拉快一点 然后看出他的化身 我们这两个化身一个是韩昊使唤 还有一个是吴国的树上香 是吧 树上香的化身是不错的 韩昊使唤也还可以 好 这个华佗跳了一个反 诸葛克跳了一个反 刚才是谁打了无蟹 好像是元素打了无蟹 好像也跳了一个反 这样的话三个反已经出来了 元素跟二张如果是一边的话 那还怎么玩 结果大家发现没有二张托管了 不知道是啥原因 这有元素你都托管 你不管是中式反式类 你都不该托管 是吧 好 那孙权也跳了一个反 我们很不幸的发现二张是咱一伙的 这一伙一个二张 对面有一个元素 本来这把应该是很easy的 结果搞成这样 那咱们干脆虚晃一枪 搞了火攻了 孙策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真机跳了一个中 然后拿了我们的藤甲 看我们的厉害 好二张既然是托管方 估计应该是不想玩的一个内奸 就这么给标一标 这样我们依然很艰苦 跟上马有点像 这这就是一个三无一四 我去真机三个牌 你没闪 你耍我的 好 猪恶克又给了元素 自霸了一下 元素不管什么烂牌 拿了他手上都是好牌 是吧 好 杀孙策羊血 咱们干脆送来觉醒 那肯定够不着 够不着 他把真机的刀 刚说顺真机的刀 那就顺孙权的刀 把孙策送觉醒算了 好 来一个胜断 咱们叫冰了 把刀送过来了 然后这一个杀 顺奔觉醒 然后弃两张牌 然后开始冰 让把元素给冰住 但是虽然冰于元素 收益最大 但他动的比较晚 这话图跟做个课都在前面 咦这真机啥意思 你没看见咱们跳回了钟 那完了 这把真是没得搞 是吧 你看这内奸不玩 这钟神还这么糊涂 好 虽然真机糊涂 但是主公不糊涂 主公知道我们是钟 是吧 跟我们刷了一下牌 咱们消极配合觉醒顺奔 这个牌杀还是拉的比较开的 好 这个元素又被做客包养了一下 好 好在这个必较初断中了 必较初断再添过的话 这就没法玩了 好 元素手上肯定是好牌 所以他舍不得用他这个杀 真机这个家伙托管了 是吧 直接搞成这个样子 他是内奸 我来个去 这样的话 二张是钟神 但他已经不玩了 是吧 好 我们还被寒冰剑了 好 那像我们有什么化身呢 胜断 先开个桃园 回下学 是吧 然后再七张牌胜断 是吧 又把元素给冰住 幸好咱有个冰 二张虽然不作为 但咱们争取把元素给饿死 同时我们挂了消极 还可以跟祖国配合 但咱舍不得这个加一码 这是为啥 你赶紧跟祖国配合一下 这个时候你挂个加一 孙权依然打得到你是吧 元素依然打得到你 加一能保护啥 让华佗打不到你而已 我觉得刚才应该把加一 给要去掉 比较好 我按另外了 看这个冰能不能中 哎呦 有无蟹 那就没办法了 元素来了 这个九杀 还好他选择的目标是二张 没有选择我们 他可能怕二张哪天回来了 就不好玩了 好 看看孙权的武器被搞 孙权又来了 这个武器他们依然在打二张 可见我们刚才留这个加一码 是不明智的 该气就气 何必呢 好 我们看这回用啥 是用消极 还是用胜断 还是用别的 还是用胜断 咱们有两个黑继续冰 好 这个 没有干嘛要气这个红杀 气黑杀冰 我知道了 我们把胜断留着回外来冰 这个意思是吧 那你可以两个黑杀先冰一个 然后再冰一个 好 大家知道了 我们跟孙笨配合不光是消极 那个韩浩使唤的这个胜断 也可以跟英魂配合 我记得我以前跟湖北张坤 投过两次考 一次是中会 一次就是韩浩使唤 当时那个头脑就是跟孙策 觉醒孙策的这个英魂胜断的配合 是吧 好 我们看看 现在我们虽然 这把比上一把还恐怖 上一把是这个 三无一四 这把我们是二无一四 绝对的是二无一四 这两队友一点都没起到作用 这个真心内奸还反噬了我们 当然他们起的正面作用就是替我们挡了挡刀 好 被热了 咱们来了个巧遍 是吧 就可以把这个热挪来挪去 他现在热了祖宫和我们 我们肯定是先挪祖宫的 现在宇宫的行动力是超过我们的 现在回合外挂这个消极 因为没有黑色的这个基本牌了 没法回合外撕断了 那咱就来消极 又刷了一个吴国泰的化身 祖宫被这个加里马卡了有点狠 用力是顺奔的 美猴哥摸这么多牌 居然摸不到武器 好 我们看看我们的化身 还有个黄月银 好 过个拆桥 咱们打了无限可击 这个热咱们不需要无限 这么多牌 直接用这个巧遍就可以了 是吧 好 估计要挂巧遍 先跳过判定 然后再跳什么摸牌 偷 偷完了之后 罗巴不罗了 这有蓝帮东西 决定放一下 就是二打四的时候 就需要这样的大面积打击 好 这个热不思熟 勒住画头 然后再回外化身 萧姬 这时候化萧姬 还是化这个 化身那个胜传都可以 当然化萧姬更好 因为咱需要牌 是吧 因为我们的巧遍 实在是耗牌量太高了 好 这个做个杂吧 这个想杂死柱 基本上想杂死孙奔 咱们还有一个桃 孙奔手上十九八九也是有桃的 毕竟有这么多牌 好 元素 干脆摸摸四 七二 很爽 这个顺手切 被无限了 这个决斗 敢不跟他拼啊 这最后一张牌 跟我们决斗 这不找死吗 好 咱们来继续巧遍 跳牌地 跳摸牌 摸摸摸摸 不摸了 直接把狐狸刀拿过来了 这下子爽了 可以抱孙 这个孙权的菊花了 是吧 然后再回外挂个笑 补义 哦 怕主公死了 主公一看 咱们挂补义 干脆开始拆牌 就不用摸牌了 摸半天还是摸不掉武器 那这么拆下去 画图的加一把 迟早是保不住的 迟早是保不住的 好 因为主公比较危险 咱挂了不易 这样可以 主公手上有四刀牌 被我们救活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好 这个过额拆销 这孙权一看 咱们没有 这个 这个消极 赶紧拆咱们的武器 是吧 好 调遍 来偷 偷完之后是罗 罗 把乐部数 说到画图了 这个乐部数 在我们图上好久了 是吧 好 我们觉得主公差不多了 不用再不易了 然后来 一个消极 正好又刷到桃子 因为这主公又杀又逃云结义 那也好 也好 没有让敌人多涨的血 总是好事 好 这个诸葛克来了 砸 砸 但现在的诸葛克 武器是不能砸出去了 武器是不能砸出去了 以前的诸葛克 在有距离的时候 是可以把武器砸出去 虽然砸出武器 失去距离 他也可以砸 但这个bug 后来被修复了 所以诸葛克 武器是砸不出去了 然后我们就把武器给顺测 顺测 现在终于有武器了 咱们和外又挂了不易 生怕孙策死了 因为现在主公一死 那就啥都完了 是吧 好 这个华托继续在这里回血 但他已经没有什么牌了 你看咱们幸亏挂了一个不易 这诸葛克一下子又摸到了武器 好 这时候这个元素来了 挂了一个闪电 去了两个牌 这时候挂闪电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你对当着佐词挂闪电 万一他掏出一个司马懿 或者张角的话 是你到哪去哭去 是吧 好 咱们巧儿继续偷 华托继续已经被扒空了 是吧 孙权也被扒空了 这一下又打了一滴血 然后回外再挂个啥呢 还是挂不易 这个时候觉得主公不能死 少刷点牌 不要紧 我们已经占据优势了 果然我们这二打四 认识打的反对方 有点没有还手之力 是吧 发现没有 不是二打四打不过的问题 咱们是从头到尾 没有处在下风 你看这主公这一爆 孙权死了 是吧 华托也够呛了 是吧 然后这主公弃三张伞 手上至少留一张伞 然后再留一张伞 剩下的三个最好都是 不易的牌 是吧 好 诸葛克吃了一个桃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我们铁锁连环 一个火攻 我们无懈 这个时候不要让他火无尘 尽量阻止意外 是吧 包括伞电也是意外 咱们要跳过这个叛帝 然后把元素的武器给控一控 回外又挂一个补一 是吧 我们挂补一 主公是可以去扒 但是现在敌人都被我们扒的差不多了 全部扒空了 是吧 你看这个 这个九杀 话头给搞死了 现在变成欢乐二位二 刚才二位四你们都打不赢 二位二你们还有啥机会 主公这个铁锁连环是不是忘了自己 咱们这一个补一又被补成 他还好 主公有个九 但这次补一补成了 扒了一个藤甲 祖格克想砸死主公 在当顶着我们补义 砸主公是比较难的 好 主公再中了 咱主公直接就让我们一个补义 同时让祖格克元素都躺了枪 是吧 好 咱们这个巧遍是纯粹只是为了跳伞电 这个时候不要让意外发生 不要伞电也要跳过去 好 换上祖格连环把元素涂成这样 把八卦一卦回外挂个消息 基本上就可以了 是吧 就可以了 元素也知道 没戏了 这乖乖的亮起了白雷空 这把赢得比上一把更加的艰难 上一把是3V4 这把我们是2V4 并且我们在2V4里面做是各种配合觉醒 孙策是吧 但是认识让4个反贼 那个施展不开 我们两个打4个 俗话说双拳 难敌4守 但我们这是4守可以这个面对8守 丝毫不落下风 虽然MVP被孙奔拿了 但我们这个左词 绝对是公布可没 主角ID叫DFORCE 感谢他录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看看三国 好 今天我们看三国来看看一代招事件 是吧 因为有一个有个我的观众朋友 在我的视频下留言 留言了一大段 关于他对一到一代招的猜想 我这里就谈谈我对一代招事件的理解 一代招是董成这个家伙 他联合一些势力来想杀曹操的一个事件 是吧 因为在三国演义里面 曹操是反决 是反变角色 所以三国演义就把董成写 写成了中军爱国 这是汉贤帝的好朋友 是吧 一心忠于汉贤帝的正面人物 实际上在历史记载中 董成跟曹操在汉贤帝的眼底 那就是狼和贝的区别 天下乌鸦一般黑 被曹操控制 汉贤帝是个傀儡 被董成控制 汉贤帝也是一个傀儡 汉贤帝反而希望董成跟曹操互相牵制 不希望他们有任何一方做大 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 从哪里看出董成对汉贤帝 是没有什么忠诚和感情可言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福皇后 也被董成欺负过 是吧 我们知道后来福皇后是被曹操欺负死了 但在之前她是被董成欺负过的 当年兵荒马乱的时候 福皇后身上还有一点捐 那个时候捐就相当于现在的印铜货 相当于钱 这个样子是吧 福皇后手下有点捐 就被董成给抢去了 当时福皇后手下有个马仔 阻止董成的马仔抢钱 结果董成的手下一刀挥过去 就把福皇后的那个马仔给剁了 那个鲜血 把扑了一下喷出来 把福皇后的这个衣服都给染红了 大家可以想想象 董成是一个多么凶悍的一个人物 这样的人物 你以为汉贤帝真的会希望他把曹操干掉 然后由他来扶贞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董成跟曹操在汉贤帝眼里 绝对是一丘之和 所以说什么汉贤帝 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一代招 交给董成 让董成去讨伐曹操这个事件 我认为那只是董成单方面的说法 是吧 因为历三国志的记载就是董成去找刘备 然后跟刘备说 我有一个汉贤帝给交给我的 当然那时候不叫县帝了 那时候我有一个皇上交给我的一个一代招 让我们一起干掉曹操 好几个人在上面签名了 希望你也能签名 就这么个事 是吧 好 这是三国志刘备传先祖传的记载 在司马光编知日通界的时候 他里面再加了一个字 在先祖传 只说董成受现地密招 是吧 然后什么 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司马之光加了一个称字 就是董成号称自己受现地的密招 所以说司马光也觉得这个密招 并不一定是汉贤帝的意思 只是是董成单方面的说法 是现地派我来找你拉拢你干曹操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大家对这个一代招有怀疑 甚至给我留言的那位朋友 他觉得有可能是曹操的阴谋 所以因为理论上你们密谋 你还把名字写在一代招上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证据吗 这到时候曹操把这个一代招找出来 里面上面的人不是一抓一个准 是吧 所以聪明人的话 谁会干这种傻事呢 所以那位朋友甚至怀疑是曹操的阴谋 跟这个一代招是曹操的栽赃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 这个一代招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我们看水浒传林冲上梁山的时候 梁山的首领王伦叫林冲干一个啥事 大家记不记得 对了呀 那个事叫投兵状 王伦叫林冲要下去杀一个人 带着那个人的人头来 这样才能上梁山 为什么这叫投兵状呢 因为你一个安分良民上了梁山 有可能是来当卧底的 或者是在梁山干的不爽 你以后又要离开 去正常社会混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下去杀了一个人 带了一个人的脑袋来上梁山 那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已经是杀人犯 这种重罪 一般来说杀人偿命 各个朝代的历法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哪天在梁山干的不好 你想跑回现实正常社会中 那你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死刑犯 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 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又是传说中的投兵状 换句话说 一代昭也是一个投兵状 董承找刘备 让刘备在一代昭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就是让刘备交出一份投名状 是吧 当然签名这个事情是在三国演义里说的 三国字里面并没有写的这么详细 但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 刘备如果要加盟的话 需要在一代昭上面签上他的名字 他一旦签上就相当于刘备 他已经留下了自己密谋反抗 曹操的证据 他自己必须跟董承这个集团绑在一起 是吧 因为如果这个集团覆灭了 这个一代昭肯定会落到曹操手里 刘备也是跑不了的 是吧 所以这就是这份投名照撞交出去 刘备就只能跟着董承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刘备有没有签一代昭呢 按照《三国演义》的记载 刘备这种人物 一看肯定是泪流满面 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三国志》的记载刘备一开始并没有签 因为他觉得这事不靠谱 毕竟董承跟曹操火兵 董承就一定能赢吧 他万一站在了失败的这一方 可能不靠谱的 刘备就打了个哈哈过去了 先祖未发 但是刘备打了哈哈 这个哈哈也不是随便打的 同样的董承集团如果失败了 曹操还是得杀刘备 为啥呢 因为董承集团如果失败 曹操一问 董承说我以前跟刘备商量过 刘备没有答应我 但是也反正刘备没有签名 那曹操还是得杀刘备 那大家觉得这为什么 刘备不是没签名吗 但是刘备你没签名 你也没向曹操告密 有人在密谋要杀你的领导 刘备当时是寄居在曹操手下的 曹操在名义上是刘备的领导 有人要干这种事 要杀你的领导 你居然看了之后一点反应没有 都不马上向领导检举揭发 那怎么得了呢 就说明你的心绝不是跟曹操在一起的 是吧 所以说刘备虽然没有马上签名 但是董承来找了他 他是这个已经是跳到黄河里 都洗不干净了 他要么就赶紧跟曹操告密 要么就得加入董承一伙 是吧 但是如果刘备马上跟曹操告密 他以后在江湖上就不那么好混了 又是标准的曹操手下的一条狗啊 那你干了这种事之后 你以后还想脱离曹操 自己单干 同时扛起反曹大旗 那谁会信你啊 是吧 人家忠诚义士找你反曹操 你都把别人告密了 你还扛什么 扛个狗屁的反曹大旗啊 是吧 所以刘备 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 要自己单干的人 是绝对不会告密的 但他也没有马上签上这个名字 因为这事有点不靠谱 但是在曹操组久论英雄之后 曹操说刘备是英雄 刘备心里就有点紧张了 是吧 这曹操不是试探过吧 想算了 反正现在已经跳到黄河都写不清了 干脆一条路走到黑 这个时候他在正式的跟董城密谋了 估计也把自己的名字给签上了 但刘备运气比较好 他马上就得到一个机会 带兵去讨伐元素 离开了当时的许昌 所以在董城的事件被发 被这个这个暴露之后 曹操亲戚董城王子福 那帮人的时候刘备不在 刘备已经在徐州了 是吧 当然曹操马上就去徐州打刘备 也把刘备打得非常的惨 他的老婆孩子都被捉了 关于也被捉了 但是关于还是不错 还找了机会又投回来了 总之刘备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没有死 但也是搞得非常狼狈的 好一带招的事件 这就是我的理解 我们下期接着看 我们下期接着看